現在退府會已經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 也就是說大官社區隨時都有面臨強差的可能 自救會已經前往各退府會民進黨黨部行政院總統府各地陳情 可是我們只獲得依法行政還有各地機關互替貧窮 顯示政府完全沒有解決破千爭議的意願 那總統府的人權諮詢委員會現在就 今天也召開會議退府會也在裡面 我們要質疑說為什麼牽涉到人權問題的大官案件 沒有辦法獲得妥善的處理 即使說人權諮詢委員會有意的進行協商跟安置 可是行政機關如果還是要執意的粗暴強差 那麼就是使人權諮詢委員會是形同虛設 因此我們今天再次來到總統府 要求蔡政府立即承諾出面解決破千的爭議 履行人權兩公約所保障的居住權 而不是將人權兩公約當作裝點政權門面的工具 早在4月20號那天就已經有參與過 這樣一個人權諮詢委員會召開的 以大官後續處理方式的召集 以向退府會以及財政部的國有財政署 以及相關各部會要去討論說今天大官這件事情要怎麼解決 那這邊當天的決議其實就有提到說 那個人權諮詢委員會這邊是希望 會不會還是能以我們原先自救會提出的 為什麼要去達到原地去做這個要件 先去解釋為什麼完全沒辦法達到 再來如果真的是沒辦法完成 才會去談到後續的一個安置 那這個安置也必須是有自救會以及居民參與 有溝通的這個安置的一個協調過程 那在安置這部分也還是沒有辦法獲得解決的話 才去談到所謂的補償賠償的一個做法 但是我們看到兩個月過去了 今天退府會在處理大官這個案件的做法 我們先逐步來檢視 就是像剛剛提到原地去住為什麼不可行 當天的會議其實就有提到說 今天退府會如果真的是不可行 也是要提出一個很就是正式的一個書面的報告去 檢視說今天大官這塊土地 必須有有很強烈的理由 必須要收回去做公共的一個用地的一個使用 但是兩個月過去了 我們還是沒有辦法看到說 今天退府會可以拿出這樣的一個正式的文件 來說服人權委員會說今天這條路是不可行的 再來就是安置 安置這塊就是這塊處理方式 後面我們也知道在上禮拜 其實退府會跟新北市也有去洽談 洽談說這邊後續大官社區的居民 後面如果真的要去遭受到破籤的一個處境的時候 後面新北市的住宅資源能不能去容納大官這邊的一個住戶 但是他的這檔會議也完全沒有住戶的參與 這叫有住戶參與的一個協商的一個過程嗎 所以我們也是感到非常質疑 再來就是安置就是所謂的賠償和補償 這部分他們也一直在提到說 這個就以現行的法規來講是不可行的 所以即使就上次4月20號召開了這樣一場會議之後 已經過了兩個多月 我們根本就看不到退府會對於我們大官社區有更積極的處理 我們看到最積極的就是他在5月底的時候就送出了強制執行的命令的申請 這就是他最積極的作為 其他他應該要去做的 他卻沒有辦法去很積極的去讓住戶或者是說讓自己會來看到他 這邊有積極的想要跟我們去做溝通 以及後續處置的一個作為 今年一月的兩公約審查的時候 蔡英文總統是跟審查委員怎麼說的 他說兩公約是台灣政策的地板不是天花板 兩公約是台灣政策的地板不是天花板 那我在這邊跟各位念一下 因為在這次兩公約審查的結論 從39點開始 共有9點關於居住權 全部八十幾點面有9點是居住權 39點說審查委員會建議所有形式的破簽 一宣布暫時終止 直到一步符合政府的國際人權公約 包括聯合國金色文第七號一般性意見 還有聯合國相關的關於破簽的基準 跟準則的重建法制完成為止 但我們現在看到什麼 退府會已經向法院申請 要對大關社區的居民進行強制拆除 退府會有在把兩公約的意見當成一個意見看嗎 根本 所以看起來根本是現在政府 他連審查委員公約要求的事情他都做不到 安置的機制也沒有得到落實 公約審查過後政府根本就沒有在檢討法規 還繼續縱容退府會這樣的機構 提出強勢安置 對這些居民進行破簽 我們也再次在這邊呼籲退府會應該要 暫緩他的強制執行 必須深層的做下來 跟居民協商到底要怎麼處理大關社區的安置 就是否則退府會的所作所為就代表了蔡英文政府正在違反兩公約 正在違反公民公約審查的意見 來我們 然後把那個警報器舉高 來舉出來一文把警報器舉高 來我們喊口號 全差大關了警報 全差大關了警報 政府立即出面解決 政府立即出面解決 全差大關了警報 全差大關了警報 政府立即出面解決 政府立即出面解決 好 今天我們來到這裡 就是因為人權資源委會 在今天召開了會議 我們希望蔡政府 能夠了解大關社區 已經抗爭了多少次 今天要告訴你 大關社區的居民 即將面臨到強拆大關的危機 即將面臨到強拆大關的危機 所以 大關現在這區 就是在拉警報 我們希望蔡政府必須好好來面對問題 而不是以人權 當作口號 根本不解決個案的爭議問題 來 反破欠 反破欠 要加援 要加援 等一下 我還123 丟的時候 大家要往中東府那邊方向丟 記住不要雜到人 我們往中東府方向丟 拋物先丟遠一點 我說123的時候再丟 好 來我們居民再往前一點 來 我們先開警報器 強拆大關來警報 強拆大關來警報 政府立即出面解決 政府立即出面解決 強拆大關來警報 強拆大關來警報 政府立即出面解決 政府立即出面解決 來 1 2 3 好 鄭鄭浩先生 鄭鄭浩先生 及在場的李治先生 你們已經違反疑問有刑罰 我是 中正第一分居宗教西路開所 強拆大關來警報 強拆大關來警報 政府立即出面解決 政府立即出面解決 強拆大關來警報 強拆大關來警報 政府立即出面解決 政府立即出面解決 對於大關居民來說 這下的時間已經不夠了 我們希望 政府如果 真心誠意的想要解決大關的問題 就重視居民的人權 就重視大關的居宗權 好 我們最後在喊個口號 反破權 反破權 我給你 我給你 贏 我給你 我給你 感谢观看